厲害了 今天總共來了三位 當中只有一位說謊 我們等一下把它找出來 歡迎第一位陳文修來啦 歡迎 陳文修 22歲 這位22歲的陳文修 可是偶像真相邀約合作的 潮牌設計師喔 你是藝人御用 哪一個藝人 一定是小咖 我們聽都沒聽過 誰啊 你說說看 就是小豬 羅志祥 普通的 普通卡 年輕人界很紅對不對 對啊 妳高三就擔任她的潮牌設計師 對 我差不多在五六年前的時候 就已經在幫她設計 你是學什麼的 學設計 就服裝設計 我現在是讀那個大學 然後是讀那個工業設計 設計師這個有可能 工業設計 御用設計師這有可能 御用廚師也有 但有一種就不可能 什麼 御用 御用 禮儀師 搞不好有 你身前指定好就好啦 嘿 還是那麼快指定 還是你專門是在幫小豬設計別人 你知道 設計禮儀師 蛤 蛤 妳很哈拉喔妳的 好 她說兩年已經設計過50幾款了 衣服 真的嗎 對 就是從我接觸衣服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4 5年了 4 5年的時間 這個厲害 她有設計一個鑽石插吸管的圖案 那很紅耶 鑽石插吸管 大鑽石 然後又被吸管 三個小時內就賣了300件 楊承寧 Energy 等知名藝人都穿過 對 那時候 這一款是當時最熱賣的 然後現在就是夜市到處看得到 仿冒的 操牌 操牌 還算滿有自信的一個人 可是怎麼覺得她很沒說服力 妳設計是給跳舞的人穿 是之後有自己在弄一個品牌 然後是專門給跳舞的人 就是你現在在經營的這個 對… 是比較寬鬆 比較大件嗎 對啊 跳舞是什麼特別的嗎 穿衣服 現在跳舞的人都會穿得比較合身 然後就是除了在那個 圖案上面的設計之外 然後可能是 衣服的材質可能會比較透氣 然後比較燙風這樣 或是鞋 透氣 你跟小豬真的很熟嗎 還好 還好 還好她會 她聽說她脫過你的褲子 然後打你的屁股 這是什麼 什麼意思 現在年輕人玩得很High 就是在一個尾牙上面 就是我們那個年度的尾牙 就是她那個潮牌公司的尾 對 抽獎抽到就是說 打屁股一下 另外再加碼就是要脫褲子打屁股 對啊 你有她的那個手機號碼嗎 給我 蛤 對喔 你喜歡小豬 她是妳的菜 對 我跟妳講 蝴蝶是標準的外貿協會 唉唷 給我 等一下 等一下給妳 我等一下給妳 好不好 我有比豬厲害 我有龍的 誰… 蛤 蛤 你還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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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 你很完美耶你 好了 我其實一直很在懷疑說 如果你既然會設計衣服的話 你知不知道在剪步之前 我們通常會用什麼東西 去架在人家上 看衣服的誰就好 演員在法國就是學設計的 我讀時尚管理的 專業 因為我本身設計的是圖案的方面 對 所以在衣服剪裁方面 是沒有接觸 漂亮 一推就交給妳 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服裝設計時代 應該就是對自己的造型 也很有講究 沒錯 妳腰上那一串鑰匙是 也是造型嗎 哪裡 真的耶 這是什麼回事 是造型啊 這是造型嗎 純粹 純粹為了方便 過敏 不好意思 對 為了方便 因為就是可能開車來 然後 鑰匙不知道要放哪 好 舅長 才能問到這裡好不好 除了藝人愛用 連夜市都出現仿冒品的 潮牌設計師會是真的嗎 請 誰啊 答錯了 天啊 不是造型 師傅哥哥 你的帽子被吹掉了 委員 委員 你的假髮掉了 阿球 因為 風兒要吹多 她的光頭 既然是2號耶 師傅是假的 吹風 金剛腿…你可以來幫忙一下嗎 讓她不要再唱了 答錯 好冷喔 麻魚她也好有心 她也好有心 她也好有心 不要跟我們 麻魚她 好FV喔 我的媽 那個就好 那個就好了 我的天啊 真的 都好了 麻魚好Sexy喔 各位 竟然是真的 歡迎1號 來… 不敢相信1號竟然是真的 怎麼會 妳怎麼會把鑰匙放完耶 潮牌 你整個很不像設計師耶 對啊 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她設計 年輕朋友大家特別注意 這款呢 可是看來你還有很多要學的 打板她不曉得 打板她沒有 是不是 這個也是嘛 一系列 很可愛 很薄 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潮牌 好花喔 這裡有夠花 這一件是裡面 當中裡面 造價最貴的 多少錢 就這些比較起來 造價最貴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就是行家 因為她用的顏色最多 這很簡單啊 妳問她… 如果是成本來講的話是最貴 沒錯 真的耶 我也跟你說這個 拜拜 人機也是潮牌 我也是潮牌 好計較喔 這一件就比較便宜啦 因為只有黑白 因為只有一種顏色 對不對 沒錯 對啊 這要行家的嘛 對不對 這件是特別為那個 Michael Jackson就是紀念她的 1958到2009 對啊 妳 跟一般的那個我們形象中的設計師 有落差耶 我覺得她今天是故意的 我真的覺得是故意的 今天是有故意隨便穿來嗎 我平常就是這樣 要死確定都一定掛在那個地方嗎 對啊 因為那個 就是放在口袋會很難過 對… 其實我想幫她講話 我覺得她應該就是喜歡畫畫 然後從小就熟睡一年 待會兒金剛刀要還會 你不了了 金剛刀你們就輪得上 你先 然後再換新龍哥 您先去暖暖身子要腳 什麼 拉拉筋 馬上 金剛刀去換她的戰袍啦 先讓看一下我們的VCR好不好 好 看這個明星的設計師 這個將來不可限量 對啊 我覺得她非常的簡單 我們已經台灣 已經有出一個無記綱了 對 剛剛看到她這個設計有感動 好不好 來 一起來看看 高三的你在做什麼呢 是翹克打籃球呢 還是整天打電動 而她在高三時 已經成為偶像的御用設計師 我高三那一年 小豬想要創立一個潮流品牌 然後那時候就找我 擔任他們的設計師 然後我幫他們設計整個 形象的包裝 例如像是LOGO 然後吊牌跟衣服的包裝 然後其中吧 他們設計最多的就是衣服 跟她合作了兩年多的時間 差不多設計了50款衣服左右 她的設計 也受到許多知名藝人的喜愛 而現在她的自創品牌 又有什麼吸引人的特色呢 身體品牌是比較針對於 喜歡跳街舞的人穿 在圖案上面是會比較針對 每個跳舞的族群 在我這支衣服的時候 常常一天會使用到 四五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當很累的時候 我就會放音樂 然後跳舞放鬆自己 有時候跳舞跳到一半 還會有不一樣的靈感出現 會不會來陸上也會繼續的 走在這個設計的領域上 然後也希望以後的作品 能夠暢銷全世界 然後讓更多喜歡我的作品的人 可以看到